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TimeHell 让您了解各类故事的频道 今天的主题是为何了解把妹知识后 还是没有改变 很多人网络找了些把妹知识 或者阅读书籍 最后报名上课 为何最后还是没有交到女朋友 或是连跟女人上床都没有 许多男性会觉得 没过外貌 金钱 事业就被刷掉了 怎么还会有机会进第二轮 当我长得不好看 甚至月输入不高只有二到三万 身为普通上班族 好像就不太可能被女生喜欢 就更别说要女生知道 你的个性与心中世界是什么样子 的确一般可见条件不优秀 好像真的无法收到喜欢 但人与人的互动不是只用逻辑去判断 我们还有情绪 这也是为何许多做打工的男生 还是有一堆妹贴上来 这是因为他的个性与情绪影响力 这方面很厉害 能够让女生喜欢上他 而通常这类男生比较多的是短期关系 长期关系就很难维持 因为他就是没有维持长期关系的经济 这也是很正常的 所以你若坚持要长期关系 你就得在经济上开始做提升 然而每个人的长期短期关系的定义都不一样 有的人是希望交到长期女友后之后能够结婚 我认为这决定太草率 你都还没有跟很多女生互动过 你要用什么依据去判断眼前的女生是适合跟你生活 如果是靠感觉 人的感觉真的很不准确 尤其是以结婚为目的 若是谈个恋爱 看感觉反而还行 在客观条件与主观条件下 我建议是要并行提升 且一方改变 另一方会渐渐跟着改变 比如你经济提升了 习惯去高级餐馆 开始使用好的物品 朋友圈也会变化 渐渐的信念价值观以及认知都会改变 回归主题 很多人知道把妹技巧 为何仍苦苦单身一人 我们用以下五点来解析一下 一 没改变外貌 我认为改变外貌 是成本最低 速度最快的提升吸引力方式 我认为它是改变的起点 长期单身的男生 因为鲜少接触社交活动 或者只跟男生社交 导致穿搭上面不太需要注重因此忽略 你应该开始汲取一些社交穿搭礼 二 没有练习 学完后你仍然过着原本生活 没有增加社交机会 也没使用交友软体 最后单身只能说很正常 多接触社交场合是你的解放 三 没有时间 很多工程师想把妹 却碍于时间不过的问题 那么你叫适合使用交友软体 若你是创业中 肯定时间会更少 那么你就得取舍 你可以先专注创业 另外的需求用钱解决 又或者用自己正在创业的方式吸引女人 只不过很大部分这操作会给你添麻烦 四 没有钱 没钱要看身份条件 18到30岁没有钱 还能够被理解 但是到了30岁仍没有钱 也没有想完成的事情 那吸引力比起来降低很多 男人超过30岁若还只有把妹 没有其他兴趣与想法 真的蛮需要去改变这种匮乏感 你是储男 花点钱去破除 心思转往赚钱能力 或创业上提升吧 五 没有自己要经营的生活模式 你现在除了把妹外 还有想完成哪些事情 生活中对你而言重要的事情 有那几个 你有去完成获取经济吗 你未来想要达到什么样子的生活 开始建造了吗 我觉得第五项 才是贯穿所有男人的问题 许多人知道要赚大钱 但不懂赚钱后要做什么 然后就持续疯狂赚钱 把妹也是 很多人认为把越多妹就越厉害 但一个月多少位才算厉害 这问题没有答案 如果你生活中有自己要经营的生活 就如同你在原始森林中 已经找到好的洞穴 并且开始建立自己的生活规范 这代表你现在的安全性 及生存能力比其他男人还要高 遵从你要的生活方式 会吸引到相对应的女生 解析完一生五点 我们再看看多数人的把妹误区 入门者都会认为只要学会把妹 我的生活就能够渐渐变好了 这是很大的误会 你应该要将把妹 视为一种技能训练 只是帮助你在与人互动中 让你避免犯错 甚至做得更好 但是这个上限 是取决于你自己本人生活条件 很多人认为只要个性酷酷的 就能吸引女生 这就回到我刚说的年龄差别 学生时期你没身家 个性酷酷的固然有吸引力 若四十岁身无分文 个性仍酷酷的 那就真没那么苦了 将把妹技巧当作是 推广你自己的行销工具 而你自己本身才是最重要的产品 把产品打造好 行销的部分就可以不用这么用力 多数人做反了 产品不够理 拼命在行销上琢磨 反而耗费光阴 透过今天的分享 期望各位小伙伴们 都可以爱情及事业两得以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小伙伴们 记得订阅 追踪以及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精彩的影片 我们下次见